草屯三公近年來辦學優異 技職教育更是用心栽培學子 而今年生三年級的洋蔥賢同學 參加CAD機械設計制圖獲得金牌的殊榮 與畢業校友張仁傑同學 雙雙獲得角足國手的資格 所以積極反覆的練習 就是希望能夠拿下好的成績 題目需要的東西看清楚 然後他要什麼然後配分配什麼 就是哪一個東西比較重 然後你要先把比較重的東西先做出來 因為時間已經很緊迫 所以你不一定能全部做完 就是你要先用搶分的方式 練習的時候就是題目都是四小時的話 我們就把它劃成三小時 就是用壓時間的方式去訓練自己 現在就是在學校練習 然後準備一些國手要的資料 可能會加強組合這部分 還有工作圖的集合公差這些 然後趁自己還年輕去參加國手選拔 這輩子只會有一次而已 所以突破自己 先議員廖紫佑 林永宏議員 肯定草屯三宮的教育方針 更希望這兩位能夠拿下國手資格 在國際賽事上為台灣爭光 我們也非常肯定草商長期以來 對這個季節教育的一個用心 祝福他們能夠在國外這一次的比賽 展現他們所學 能夠給我們國家一個最大的光榮 草屯三宮的這個陽空學 可以說非常不簡單 那我們認為它相當不簡單 但是因為在高中高職的這一個年紀 然後就有這一番的一個成就 恭喜草屯三宮 辦學認真能夠有這一番成績 希望這兩位選手 都能夠順利拿下國手資格 更希望能夠在國際賽事上發揮所學 為台灣及學校爭光 記者永勝草屯採訪報導